今天跟几个老三一起到山上去找石甘蓝 我们这里当地人都叫纸上生叶 叶子是生在它那个纸上面 果子上面 走了一段路了 现在终于到山里 我们走在下面上去 我去走去 过来 过来就去 可以干 差点砸了我 这个太紧性了 现在就是怼着这里上不去了 你看我这 咱们先放去先 就是这种路 看绳子里了 哦 放这油的油 羊毛没了吧 哇 在这个路边发现一棵黄金草 就这种 这种也挺贵的 现在准备放绳子下去拿纸上生叶 我老爸他们在这里看那个树壳都是母啊 往前走啊 有个干部他一排到老厂的时候看的 就会喊的 我可以喊的 看不得的 这个高的 因为 今天我们带了无人机来 看着这个周围的环境应该飞不了 因为上面到处都是树挡住的 有麻猴的 麻猴的 晕头的 那种就是有毒的 这个味道不错 乳就是这样的 因为口渴 我以前我的那些 那些老中医 我师父他们都这么说的 这个那个石甘蓝 我尝一个看什么味道 黄瓜味 对吧 这才可以吧 你按一把把手指过来 我翻一下 把它翻一边 这个味道跟那个 铁皮似乎的味道差不多 把绳子下去了 你把我手指拿着 这个绳子结不结实 很大些哦 这绳子 不关灯的掉来起 你们咋是啥 我弟应该有关灯吧 有关灯 哈哈 好怕 自己放出去一起 还要小心 给我那个 红的 可以 好等一下 我先倒出来 嗯 我要好 把肉串 这就是刚刚他们在山山药 悬崖上面拿的 这个半袋 施钢蓝 冒着生命危险去拿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叫九阴子 也是做草药用的 也是大山上面才有 有点点 有点有吃